我除了你不要生气 我不生气你说 有什么事 谁啊 林财 你怎么过来了 我过来看一下里面 我那个新人的 不是你怎么过来的 我都跟家人过来的 对啊 你抱着个毛毯 抱着个被子 坐公交车 我那个是6万斤的 然后我准备 搞一个活干 笑什么 你一个大男人 抱着个被子 坐公交车 但是放不下了 我没买箱子 别人 你坐公交车 别人也没有忘了你啊 你还别说 然后我不是坐在那个中间吗 他们一上去就把我忘了一下 我还用我脸上找个东西了 你怎么不好我来接你啊 没通过电话就行了吗 没几个站 我就想着坐车都过来 对不忙 那你坐吧 我去给你倒水 倒别茶啊 坐一下 把东西放在里 别茶啊 嗯 你一个大男人 抱着个被子 你来了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来接你 不就好了吗 你东西都带齐了吗 没就 那被子啊 一个被套 然后 我相当于没远 没多远 我就坐车来呗 坐了多久 坐了一个的小时 又是我 换住我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抱着个被子 一个大男人坐这个公标车来 来城里 我觉得我也没啥呀 嗯 你没啥是没啥 嗯 嗯 你终于想通了 开窍了 来住了 没有 我 我不是那个工地完工的吗 嗯 然后 我在这个城里找到有新工地 然后我准备去那里 哎呀 都无语了 你是说你 被子 一个袋子 不是来我这里做的 你是来找新工地 顺便来看我的吗 嗯 我还以为你是要来这里做 你这里怎么可以这样 次次忽悠我 哎 我想的就是你这里还是不太方便 然后我有跟你过来玩 什么有过来玩 真的是 嗯 我感觉这里就是有点小 然后 房子太挤了 哎呀太挤了 太挤了 水里好吧 一辈子都包过来了 我还以为你是来 来我这里住的 没想到 我来过来看一下 人家跟你说的是 什么事啊 我以前不是借你千块钱吗 嗯 然后我 怎么样还给我了 嗯 嗯 我想着我在 在过明年 明年 明年 明年还给你呗 你千块钱明年再还我 啊 嗯 主要是我那个你还没有花工资 不用还了 我又不要得还 嗯 我也没有那么小十年 你看你你明年也没多久啊 嗯 你有钱就给我没钱就算了 我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两个也谈了这么久了 你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对不对 你不会生气吧 我当时你今天呢 抱着被子来不是来我这里的 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原来你是有事情找我的 哦 你有什么事吗 直接说好不好 不要疼疼疼的 嗯 我是有点是 都是 就是不知道怎么 嗯 你说快点啊 赶紧说 我说你不要生气哦 我不生气你说 有什么事 我不是上了工地还没还没发工资吗 然后没结账 嗯 然后我想着在那个新工地 然后要要生活费想着 想着在这里这里这里借几百块钱 在我这里借几百块钱做生活费 嗯 你这人 你放心 这几百块钱我 我一发工之后就给你呗 嗯 怎么搞嘛 你是真的借 还是假的借这几百啊 嗯 你是 那你住下来 我借给你 不住下来我不借给你 真的 不方便嘛 你拿来干嘛 真的是拿来当生头费吗 几百块钱能吃多久 能用多久 能花多久 先吃这杯 然后那边不是一发工资的吗 哎 你这人老 老大一天天的真不知道想些什么事情 我这个辈子一个大男人坐公交车 来找我 我还以为是在这里住下来 来找我借钱呢 这样是 哎 哎 我想的 没 没关系嘛 又又近 然后我就来了 对啊 坐公交车一个的小时很近 好 我都丢脸丢到家 哎 这人啊 不知道一天天怎么想的 把我被子就丢 拿完他们一上去就 看我一下 你也知道啊 幸好我没跟你一起的 嗯 我还以为我脸上真的长得一起了 脸上光滑的很 我给你吧 等会我去取取了给你好吧 整个 这人怎么这样子 是不是生气了吧 我没生气 等会我去给你 哎